作曲 李宗盛 像童如Chanel 一位中國澳門藝術家 自小成長於澳門 一個深受中國傳統藝術分圖的家庭 後來在過去二十幾年來 一直與芬蘭籍丈夫定居海外 曾經居住在香港、上海、法國、瑞士、 意大利、非洲等多個國家 現居芬蘭 長年經歷異國他鄉生活 及各地文化圈染 令他領悟自己對藝術的追求和理念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今期人才講談節目 我是主持人陳嘉麗 今期節目請來的嘉賓 就是國際著名澳門藝術家張童如Chanel Chanel你好 我知道Chanel近年來成為了歐美藝壇 被授目的藝術家之一 經歷了多年的藝術創作 亦曾經在不同的國家及不同的地區 開展了很多不同的個人作品展覽 其實作品亦被大家廣受收藏 Chanel可否和大家分享一下 當時為何會踏上藝術之路呢 何時開始想到自己要成為一個藝術家 即開始藝術的創作呢 我很小時候想成為一個藝術家 因為爸爸媽媽都是很喜歡藝術的人 爸爸本身都是畫畫的 所以對我的影響都很大 我小時候就開始拿毛筆 學模仿大師作品 學拿毛筆 開始畫比較傳統的中國角畫 然後跟澳門的譚志生老師 都學了好幾年 寫生和素描 在澳門這個中西文化交融的藝術氛圍影響下 Chanel從小心中就中下藝術的種子 除了跟隨父親學習畫畫 亦在澳門美協和澳門畫家譚志生畫室 學習素描和寫生 後來在港美修道藝術 及港大修道平面設計 一直持續藝術創作的熱情 在追求藝術的道路上 除了有父母對她藝術人生的支持和栽培愛 就是二十多年來 在異國他鄉的體會 跨遠、亞洲、歐洲、非洲等所有的歷程 人生百態令她領悟到藝術的真善美 除了澳門之後 我知道Chanel曾經在多個地方居住 亦去了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地區 其實這些不同的國家 對於你的畫畫或藝術創作 你自己覺得有沒有什麼影響 影響很大 譬如我開始說的就是 首先我從美縣出來之後 我在香港公開大學讀了一年設計 在香港生活過 在那裏都一直在創作 後來就去了上海 又住了兩年 我一直來都是有畫畫的 都沒有斷過 後來因為我先生的工作關係 我們又住在法國 在法國那裏 因為法國是一個很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文化的影響 會是一個 那麼說 shock 就是印象比較深 因為我大兒子 Philip 也是在法國出生 然後我們又住過瑞士 我的女兒在瑞士出生 然後就住在意大利 在意大利住了四年 小孩子一般小時候 都是他們小時候 他們說意大利文 就是他們玩的時候 後來又去了非洲 非洲又差不多住了四年 非洲因為我們住的地方 就是講佛文 所以因為他們 他們經常都講佛文 所以後來因為 我小孩子回去芬蘭 因為我老公是芬蘭人 芬蘭受救藥 所以我們就 搬去芬蘭 在那裏就定下來了 剛才說了 去了那麼多不同的國家 其實自己印象最深刻 你覺得是法國嗎 可能會是 剛才去到法國的時候 私鄉的情感很強 譬如你走到街上 看到自己 譬如東方的人 或者中國人 我不知道是中國人 日本人 還是南韓人 看到我們東方的人 感覺很親切 很想上去跟他們聊幾句 可能在意國他鄉 私鄉的情懷都特別強 其實當時的創作作品 是否也會有一定的影響 有 當時有 當時我的主線 創作主線 都是以中國古典為題材 自己的醫療藥 當時我很思鄉 創作方面一定是 就是朝鮮 我們中國很多 中國元素 封面離開 沒錯 CANEL這個 以國漂流多時的人生經驗 和藝術的歷程 其實對你的影響 或者日後的創作之路 總體來說影響也是非常大 是呀 很大 效力 要是法國之後 要是有了小孩 是嗎 漸漸地 我就 沒有那麼私鄉 沒有那麼利害 我漸漸地 人就放開很多 要是有小孩 因為精神放在創作 有小孩 有家 變成 在思鄉方面 沒有以前那麼厲害 但是個人 心越來越放開的時候 我就有一樣擔心 創作的時候 其實是有一樣擔心的 因為在外面住得 在不同的國家 西方住得越來 很害怕 有些擔心西方的思想 創作的路線 風格 會影響到自己本人的風格 在這個時候 其實 我也很堅持 做回自己 即是說 我不可以 被他們影響太厲害 就是沒有了 迷失自我 迷失自我 就沒有了自己 自己想 已經有我們東風那種元素在 所以這個是我後期創作中 屬於比較難的一件事 因為你在一個很大的環境裡 去生活 有很多時候 你不是那麼容易 去做回自己 很多時候 你會受影響 嗯 在這個時候 你一定要 很多時候 都要 在意識上 在潛意識上 你一定要說 我一定要 譬如我的畫上 有很多 一些比較重要的 我們東風的元素 我一定會在我的作品裡出現 一定是 因為這個就是 我想 維持我這個元素 很重要 因為我如果 在那些 這麼大的環境裡 受這麼大的影響 你知道 日日夜夜的 你的朋友 周圍的朋友 都是西方人 是嗎 他們的思想 和我所接觸的 西方的 東對藝術 那樣東西 影響很大的 很多時候 我就是很怕 哎呀 糟了 我畫一下 會不會好像 他們畫的一模一樣呢 像我沒有了 東風的因素 會變成 像西風的差不多 所以這是 一個很大的 堅持 努力 就是說 我不能沒有了 這個東西 是 Cannell在創作路上 一直堅持自我 常年漂泊海外 的她 有一種想標榜 自身中國文化的衝動 那種感覺就是他創作慾望的根源 他大部份作品、創作靈感 都是來自中國古典藝術 希望將中國古典與現代元素融為一體 更好洪揚中國古典文化 剛剛Canel也說了 經歷了各地文化的一個宣染 其實你的創作風格 都有自己的堅持 可不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你的創作風格 其實最希望觀眾欣賞你的作品 最希望可以令他們感受到些甚麼 或者通過作品希望表達些甚麼 我最想表達的是 我自己心目中的那種真善美 真就是要真我 就是我那時最真的情感 那時我創作作品時那種情感 一定是去到 我想搜尋那時最真的情感 我覺得在我的作品上 我不想去 我覺得作品美 對於我來說一定是善良的才是美 我不希望它 怎樣說呢 就是去表達一些 邪惡的 希望是真善的 對 美我當然不是很表面那種美 是很類在那種美 我所表演在我的作品上 我就是希望表現這件事 沒錯 希望可以更好表現真善美的風格主題 是的 好 多謝CANEL的分享 在廣告之下 我們繼續和大家一起分享 有關CANEL的藝術歷程 好 多謝CANEL的藝術歷程 我們繼續和大家一起分享 好 多謝CANEL的藝術歷程 新闻台人才感嘆節目 我是主持人陳嘉麗 剛剛CANEL也和大家分享了 在澳門成長的一些經歷 對於藝術創作的影響 以及異國他鄉的人生經驗 我知道雖然CANEL 長年都身處在異國 受到各地文化或生活的影響 但我可以每次欣賞CANEL的作品 都可以感受到一股很濃厚的 中國古典文化 欣賞CANEL的作品當中 看到很多大量的中國藝術的技法 例如書法 亦可以看到很多西方的技法 可否跟大家分享一下 當時為何會有這個構思 去創作中西文化合璧的作品 這是一個很自然的 不是故意去搜尋 因為本身是一個東方的因素 自己本身是一個東方的因素 我在西方生活那麼久 他又很自然地有西方的因素 在我的作品上 這個不是故意的 我覺得對於我自己是一個自然而然的努力 你說剛才我說 如果是我創作的時候 用的是什麼技法 是 我的技法就是 一般我的作品 都是畫在不同的 首先畫在不同的孫子上 然後我在每一張不同的孫子裏面 然後我再利用這些孫子 再把它畫在這個畫布上 我用餅膝 還有很多不同的材料 素材 我的創作作品上 素材是沒有餡的 我沒有一個 那樣子就是這樣 看的時候的情感 或者我的創作 那個那個那個人的靈感 會去到哪裡 有時畫上會有衣服 牛仔褲 景巾 會有木板 鐵 有時會牽涉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但對於我來說 雖然可以牽涉到很多不同的素材 或者不同的材料 但始終要保持古典的東風美 古典的東風美最完美的就是用孫子表現 那種很夢幻、細切、溫柔的感覺 Cannell的作品當中 希望可以更好地洪洋中國古典文化 是嗎? 是的 我也會 但其實欣賞Cannell你的作品 可以看到很多作品都很抽象 其實你當時是怎樣構思這個作品的呢? 整個創作的意念又是怎樣的呢? 就是看靈感 譬如每一個族家創作 對我來說靈感是必須的 如果我沒有那個靈感 我就算叫我站在畫簿 或者站幾天都是沒有用的 但靈感這件事很難說 有時你故意去玩也找不到 有時會無意之中 你會故意有很多不同的畫面出現 或者你走在街上 無意中看了一件事 那件事就令你 產生了一些很美的幻想 即是靈感 就是每一次創作 我都需要有靈感去畫 至於你說我的作品 是不是很多時候都很抽象呢? 我想會的 因為我其實 我不是太喜歡 我的作品 我不是太喜歡 譬如我畫個杯 你看到它是一個杯 我不是太喜歡這樣 如果我是去畫個杯 我希望觀眾看到那時候 可以看到它是任何一種 有更多的想像和想法 我覺得如果我畫一個杯 觀眾說一個杯我會很失望 即是可以給觀眾更多 想像的空間 是的 我覺得我的作品更希望 是一個窗口 打開了一道門或窗口 觀眾可以看到這幅畫的時候 可以進入這幅畫裡 可以自己去想像 或者去將這幅畫作品 將它完成去 去利用自己的想像力 去將它 因為我創作的時候 天馬行空 我喜歡天馬行空 我沒有境界 也沒有 怎麼說 沒有dimension 我可以在很不同的空間 穿梭打轉 我喜歡 我創作的時候 就是 譬如 或者我創作的時候 你看到 或者一開始的時候 你看到不同的素材 零零碎碎 好像它們很獨立 但當我把它整體 在一起去畫出來 它變成一個很整體的作品 沒錯 即使我畫畫的時候 我真的很喜歡天馬行空 我不是很喜歡有一個空框 我都希望觀眾看我的作品的時候 可以帶給他們不同的情感 早上看的時候 這個光線看的時候 它們說 又是這種感覺 或者晚上看光線 夜晚的光線看 是另一個情感 是 由1986年起至今 CANEL的作品 曾經在不同國家及地區 舉辦過多場國際展覽 受到大眾的喜愛和好評 而在2017年3月 CANEL也參與到 北京藝術家駐留項目 在北京駐留的三個星期內 創作了三張大幅繪畫 和一件現成品裝置 再加上之前 它在芬蘭工作室創作的多件作品 成功在北京七九班藝術區 舉辦了它的個人畫展 對比賽 在北京藝術家 你亦是和另一位國際藝術家 亦在2015年2月 亦創辦了一個 藍與紅分藍和中國藝術文化交流展覽的項目 可否和大家說一下 當時為何會構思到 要舉辦一個特別的二人之旅項目 這其實都是 因為近年來 因為我的展覽也很多 一個接一個 我很多時候都說 哎呀我今年不剪了 今年不畫了 今年要休息 但因為很多時候 展覽也有新的機會 又覺得說 挺好的 那又接了 然後又接了 到2015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剛剛不去幕 參加了我的展覽的虛幕儀式 然後回到芬蘭 那時候2015年說 哎呀 今年我絕對不做畫展 他休息一下 那時候我在芬蘭的畫廊老闆 就聯絡我 打電話給我 叫我去和他聊一下下一個戰艦 在芬蘭辦一個下 我就去和他聊 我和他聊 哎呀我真的很累 我覺得 I really like burnt out You know 我燃燒完了 是 想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但她說 哎呀 要不你做一下 有沒有做一下 不一定是你自己過展 或者做這個group exhibition 我說我對group exhibition 又沒有什麼興趣 但我就想想 但我或者可以和另外一個畫家 合作做一個project 因為我作為一個project 就是和我自己扮畫展不一樣 嗯 就是這樣 就和這個畫家 就扮了這個叫做 二人之女 南耳熊 嗯 這個項目 自從2015年到現在都很順利 是 我們一起 我們有個filming 就是 什麼filming 是攝影 嗯 就是在全芬蘭 全芬蘭 全芬蘭 又在中國很多不同的地方 一直在北京 我們坐火車 繞了大圈 坐到拉薩 拉薩 即是拉薩 Tibet 拉薩 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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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項目 從今年6月8日開始 我們首先 那個展覽會在芬蘭的Findle 城藝術中心展出 然後十二份在瑞士展出 然後下一年會在 芬蘭四個不同的美術館展出 然後中國的美術館展出 好 現居芬蘭的Canel 也成為了聯繫中國與芬蘭兩國的扭帶 不斷推動中芬兩國文化交流 他認為只要堅持自己的藝術信念 用裝滿快樂的顏料 堅持不懈創作 畫出彩虹 令更多人分享自己的作品 通過文化藝術交流 達成世界和繫 剛剛提到二人之旅的經歷和過程 其實是否兩位藝術家 將你們一路所見所聞 所感想到的內容 創作成一些作品 進行巡展 沒錯 因為本身我們 兩個不同的藝術家 他是芬蘭人 我是中國人 因為我們兩個來自不同的 本身已經代表了不同的文化 文化 我們這些作品當然 也有我們自己的風格 因為每個人都在自己的文化 成為你 你自己本身就是代表你的文化 比如我們兩個 雖然兩個藝術家 一起去創辦 這個藍衣行這個項目 然後我們兩個很緊密地 一起去做這個旅程 一起在芬蘭 這是一個人 去拍攝拍攝鮟 去中國 不能央和其他做form intentaristi 會在一起 其實 都有時候都會一些挑戰 因為我們兩個都是很獨立的 藝術家本身是很獨立的 你的風格就是不顧一切 可以維持你的風格 好像自己建一個聖寶 把自己包圍住 別人進不來 你也無法進出 我們創作的作品 當然是我們本身內心的 對於這個旅程的經歷 將它表現在畫布 創作的畫布 作品 例如舉個例子 舉個比較明白的例子 例如我們兩個不同的背景 兩個畫家 兩個不同文化的畫家 例如我們畫一個杯子 可能我畫一個杯子時畫在畫布 我這樣畫這個杯子 或者他就會這樣畫那個杯子 所以我們兩個雖然是畫洪洋的杯子 看到現在是洪洋的杯子 但我們表現在作品上 就是表現我們情感中的那個杯子 我們那個情感本身是有文化的背景 那就是究竟這個杯子 是否真的同一個杯子 觀眾看不同 同一個杯子 也有不同的手法去表現出來 是的 是的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我們覺得挺有意思的 聽完Kanel這樣說 都很期待可以在澳門 都可以欣賞到這個二人之旅的作品 最後Kanel 作為一個成功的藝術家 其實你有什麼創作心得和經驗 都可以跟我們本地的一些年輕的藝術家 跟他們分享一下 我認為最重要是要努力 堅持 做自己 畫自己 其實都很簡單 堅持和努力 是的 做自己 其實做什麼最成功的最大因素呢 就是堅持和不斷努力 和默默地耕耘 相信Kanel的藝術歷程 和結出的成就 對於我們本澳的青年藝術家 都可以有一定的鼓勵作用 今天多謝Kanel的分享 也多謝大家 收看今期的人才感嘆節目 我們下期再會